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給大家談兩則好消息 第一則好消息就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昨天也就是10月8號宣布了一個新的美國政策 美國移民局要拒絕給一部分中國官員和他們的家屬 美國簽證,這個政策並不是針對所有的中國官員 和他們的家屬的,只是針對那些在新疆地區 參與了迫害當地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 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這些穆斯林的這些官員 要拒絕給他們簽證,那在新疆地區過去這幾年 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了之後的這些年 人道災難可以說是觸目驚心 在那個地區少數民族穆斯林一共加起來有1000多萬人 男女老少全部加起來1000多萬人 但是就有上百萬的人被關進了所謂的再教育營 實際上就是集中營,政治集中營 那在那個裡面有很多人受到了酷刑的虐待 有精神上的虐待,也有更多的有肉體上的虐待 而且還有一些穆斯林就是因為他們有反抗的舉動 因為他們有對於政府不滿的抗議的行動 最後就被當作是恐怖分子處決了,在新疆地區 在任何國家恐怖分子都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人 絕對不會達到100萬的那種規模 所以在新疆地區你關押那麼多人 無論是從任何常識上來講還是從法律上來講 那都是行不通的,那只是暴政的一個藉口 就跟當年希特勒關押猶太人一樣 所以當年希特勒的那個暴行現在在新疆地區又重現了 而且他們不僅僅是迫害這些穆斯林,還對整個新疆地區 實行全面的監控,現在新疆已經變成了一個大監獄 那麼這種狀況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已經遭到了全世界的那些民主法治國家的人民的譴責 現在美國終於出手了,美國政府終於出手了 要限制,要針對那些參與迫害新疆穆斯林的那些官員 要對他們進行打擊 當然了,有些朋友會說這個打擊力度是太小了嘛 因為那些官員他們在國內作威作福 他並不見得一定要出國,尤其是他並不見得一定要去美國 你限制他美國簽證有什麼用呢? 大家不要忘了,那些官員他們可能在國內作威作福更舒服 他們不會出國,不想出國 但是他們的家屬往往是要出國的 他們是往往要把他們的子女親屬要派出國的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知道在國內他們也沒有安全感 他們雖然現在高高在上還是作威作福 但是他們也知道這個時間不會太長久,情況不會永遠是像這樣 所以說他們要找後路 尤其是他們貪腐了大量的財產 這些財產要被轉移到國外 只有親屬來到國外,他們才能夠放心把財產交給他們 所以說現在美國的這個政策想的還算是比較周到 不僅僅是禁止那些官員,也要禁止他們的家屬進入美國 當然了,我相信這只是第一步,後面還陸續有來 蓬佩奧公佈的這個政策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美國的移民局並沒有告訴大家 這個名單禁止入境美國的這個名單上面 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是誰 沒有一個具體的人名和數字 所以說這個威懾就更大 在新疆地區直接參與迫害穆斯林的那些官員 比如說新疆的自治區的黨委書記陳全國 還有新疆的公安廳廳長,新疆政法委的書記 還有新疆各級的公安局的局長 這些人肯定都是在名單上面 但是不僅僅是這些人 因為中共它是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專制政權 它的主要的政策都是由在中央在北京決定的 所以那些人他們實際上也是迫害穆斯林的 這樣的一些元凶 如果是下面的樓樓都在名單上面 元凶他也可以在名單上面 他也應當在名單上面 那些元凶包括誰呢 比如說像中共的公安部長趙克志 中共的政法委書記郭聲琨 他們都是決策者 還有甚至是習近平王岐山 他們是最高的決策者 新疆發生的人道災難 他們難道不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嗎 那麼這個應當負主要責任的人 難道不也是應當在這個黑名單上面嗎 他們的家屬難道不也是應當在這個黑名單上面嗎 可能在新疆地區的那些 執行具體任務的 那迫害穆斯林的那些小樓樓 他們可能在美國沒有太多的利益 比如說當地派出所的這個所長 比如說當地的武警部隊的排長連長 他們可能在美國沒有太多的利益 他們也不會不需要來美國 但是新疆地區的這些高層官僚 他們肯定是有自己的這個錢財 有自己的親屬是在美國 還有中央高層的那批官員 他們都是有大量的這個錢財藏在美國 還有相當多的親屬是和美國 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國家都是有這個他們的身份的 那麼那些人他們所受到的這個政策的威脅就更大 所以這個政策表面上看似相當的平和 但是實際上對那些人發出了一個嚴重的警告 就是告訴他們 你們不要想著在中國能夠為所欲為 能夠示意地迫害人權 你們不用承擔責任 不可能的一定會承擔責任 那些人他們為什麼要把親屬要把錢財 要放在美國要放在西方國家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所做的這些 將來一定會受到反彈受到人民的反抗 中共的這個政權不可能千秋萬代 那有可能很快就垮 所以這些人他們是沒有信心的 所以說在過去這些年他們大量的向海外 尤其是向美國和歐洲這些民主國家 轉移財富、轉移親屬 他們要給自己留後路 那麼美國的這個政策就是在警告他們 如果你們事宜妄為 那麼你們的後路我隨時都有可能給你們毒死 所以你們就看著辦吧 這就是這個政策它的威懾力 禁止中國官員和他們的家屬入境美國 這不是美國對於新疆地區人道災難的唯一的 一個政策上面的反應 他們有一套組合拳 所以第二條好消息就是10月7號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也公佈了一個實體清單 就是對於28個在新疆地區和參與新疆地區 迫害穆斯林的這個單位實體單位進行貿易制裁 主要是在貿易上面對他們進行禁運 不跟他們做生意 美國的公司禁止和他們做生意 禁止向他們賣出產品 也禁止購買他們的產品 而且美國商務部 隨時都能要監控要檢查 那這28個單位他們購買或者是賣出的產品 通過美國國境的時候 美國商務部都要檢查他們 所以這個就相當厲害了 那這28家單位呢 其中有20家是新疆的這個公安系統的單位 那主要是新疆的公安廳 還有各個市的縣的公安局 一共加起來是20家 那麼還有另外8家呢 就是商業企業比如說大家都熟悉的海康威視 還有科大訓飛還有大華科技 那麼這些公司他們是怎麼樣參與 迫害新疆地區的穆斯林的呢 主要是給政府提供監控方面的技術和設備 海康威視就是一個全球最大的生產 這個攝像頭的和其他監控設備的這麼一家公司 他的這個年產值有70億美金 而且他們還有很多有30%的 是賣到全世界各個國家 尤其是賣到那些專制獨裁國家 幫助那些國家的政府來監控它的人民 所以這些公司啊 他們賺錢賺的都是黑心的錢 賺的都是帶血的錢 那麼現在美國要對這些公司也要進行制裁 在過去一年多當中啊 美國商務部曾經公佈過幾次針對於中共企業的實體清單 但是呢那幾次啊都是因為那些中共的這些企業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或者是他們呢進行了一些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或者是他們呢這個危急到美國的這個國家安全 比如說他們竊起了美國的商業或者是政治或者是軍事上的機密 所以美國要對他們進行制裁 但是這一次他所制裁的這8家公司和另外的20個實體公安局 並不是因為他們呢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而是因為他們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 是因為他們呢迫害了中國的人權 所以這一次意義完全不一樣 在20多年以前呢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就做出了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 他把中共和美國的這個貿易和中共人權狀況要脫鉤 最後還讓中共加入了WTO世貿系統 造成了中共的經濟上的逐步強大 然後中共就利用這種強大的經濟實力啊 來對內進行鎮壓控制然後對外進行滲透擴張 所以造成了現在的這種局面 那個時候美國是做出了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 那麼這一次呢美國商務部的這個決定 就是再一次把中國的人權狀況和中美貿易 再一次掛起勾來 所以說這個意義是非常非常的重大 所以國內的朋友一定要關注中國民主進程的朋友 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朋友 一定要知道現在美國政權 美國政府已經做出了一個重大的轉變 人權狀況中國人權狀況再一次和貿易掛起勾來 這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對於中共來說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 現在新疆的人權狀況在整個中國可以說是最差的 現在已經引起了美國的關注 已經讓美國政府出手了 那麼其他地區呢 現在也好不了哪裡去也在逐步的惡化 比如說西藏地區比新疆稍微好一點 但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差 比如說針對於法輪功群體的迫害 那也是非常的讓人痛心 比如說針對於民運和維權群體的這種監控和迫害 那也是全方位的 比如說在香港地區他們現在正在實施的那些黑社會 黑警實施的那些暴力行為 那也是讓人的觸目驚心的 所以說這些人權狀況是不是今後下一步還會和中美貿易 掛上鉤來呢,我相信一定會的,隨著事態的發展 隨著中共他們越來越暴略 那麼美國政府的他們的這個制裁中共的這種舉措 他也就會越來越強硬 現在僅僅是一個開始,今後還會繼續發展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現在外部環境對於我們,對於中國的民主派 對於中國老百姓是非常有利的 現在全世界最強大的這些國家 最強大的這些力量 現在都已經認清了中共的它的本質 已經看清了中共它想要走的那個方向 現在都在出手阻止他們,都在出手瓦解他們 現在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國內 團結更多的人,現在所有的中國發生變局的這些因素 現在都已經齊備了 國外的因素,國際的因素已經齊備了 現在只差的就是中國老百姓 我們能夠一起行動起來全民上街 發動顏色革命,只要這一步一走出 全世界都會更加熱烈的、積極的來支持我們 那個時候就是中國從最黑暗的時期走向光明的那一個起點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